公路啦 好 好 我们太多淹到那个 就这么多了 16号上午暴雨狂下 桃源卢竹区 马路成了河道 户外积水严重 还灌进室内 雨水像是瀑布一样 灌入卢竹工艺停车场 还不断向下倾泻 导致走廊上东是水 不止卢竹暴雨成灾 观影也有灵性灾情 镜头来到台六一线下方 往东河钢铁的道路上 淹水情况也非常严重 导致车辆受困马路中央 大园区同样暴雨连连 中正路上的寒洞 淹水严重 积水有一公尺深 警方紧急到场逢避道路 避免人车受困 桃源机场更因为大雨影响 一度造成14个航班 暂停作业 延迟起飞 受到地压带影响 桃源是16号上午 大雨不断 路逐区时雨量 最多高达98毫米 大园76毫米 观影也有40毫米 因为这个雨都超过 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标准 所以整个标准 整个淹水通报有35处 桃源大雨造成多处地区淹水 市府业颈及成立三级应变中心 水来的快去的也快 雨时趋缓之后 积水也就慢慢退去 新闻 陈彦宇 杨仲川 红卫桃采访报道